我就覺得可以買來試試看 頭髮顏色就比較迷糊 這個目前看不太出 我本來就有染髮 所以 嗨 各位 我最近頭髮已經長很多黑色出來 那上一次也是有染頭髮給大家看 上次那個染劑我已經染了好幾次 它味道真的很臭 不好聞 最近我在從本廳買了這個泡泡染 我看東西還蠻直覺的 我在家上看到這個包裝 我就覺得可以買來試試看 那我也是第一次用 那就和大家一起來開箱這個泡泡染 然後它上面也有寫說 如果你原本的頭髮顏色就比較明顯 就會染成這個顏色 然後依照你 像我的頭髮 我現在的髮色應該是屬於這個 所以待會兒染出來的話 就是這樣只有一點棕色 首先把第一劑倒入 很臭 就是染髮肌的味道 其實我也沒有太期待它的味道會有多好聞 第二劑 好 好 全部倒入之後 然後就要用這個起泡劑 等一下我把這個帶好了 這過程還蠻療癒的耶 好好玩喔 它實際上戳出來的泡泡跟圖片裡面泡泡還是會有一點落差 它這圖片的泡泡看起來比較濃密 然後也比較白 然後這個泡泡看起來就是很蓬鬆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去染頭髮囉 待會兒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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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 我覺得它這個雖然臭 但是也比之前那個好很多了 我用飯店拿著一次性浴帽把它帶起 把頭髮包起來 哈囉 這條廚房 因為我想說趁這個懶頭髮時間來煮一下今天的晚餐 好像是每個禮拜三跟禮拜天出片 那我想說我在週間的話 我就會拍類似像這樣子懶頭髮的小單元 然後或者是我開箱一些新的東西的小單元給大家看看 現在已經過了20分鐘了 我現在要把它洗掉 現在頭髮是濕濕的 目前看不太出來它染後的效果是怎樣 我先擦護髮乳然後把它吹乾 大家覺得染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原本頭髮就有顏色 主要是要補染這黑色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上色的程度好像普通 還是原本顏色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反正還是會有一點點小落差 但我還是可以接受 至少不是黑色落差這麼大的感覺 然後頭髮也沒有很乾涩 這款泡泡來我給80分 因為我覺得它還蠻好沖洗的 它不像膏狀那麼難沖掉 然後它的均勻程度 大家看一下 這款是巴露地泡沫染劑 那我染的顏色是皇家奶茶中 我本來就有染髮 所以顏色應該是要看上面黑色這一件為主 然後大家看看跟它圖片上面的顏色有沒有落差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在這裡囉 我大概每兩個月就會自己去找 染髮劑幫自己補染頭髮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子的小單元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就會拍攝更多類似的主題給大家看看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